而福里乡公所则是举办了上元节元元满满庆团圆活动 邀请乡境内各个团体机关学校 还包括了闽南客家及原住民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让老中青各个世代的民众可以共度欢庆佳节 现场人潮热络不绝 竹田以及新兴家政妈妈也带领大家制作元宵 吃暖暖元宵 身处寒冬之际天上暖暖的心意 活动特别邀请巴黎奔吉乐团与光芒乐团 为福里的乡亲带来精彩的演出 活动压轴则是大家最期待的摸彩 现场各项精美好礼 相公所表示今年活动圆满成功 看到现场人潮不断 每个人脸上都挂满笑容 不管有没有抽中奖品 希望大家带着欢喜心情欢度佳节 而现场也有多位的现议员共享盛举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现议会的 这个长官们 尤其是第一位 是我们原来的花莲市长 现在花莲县的这个现议啊 从花一百多公里 今天特别坐火车来看所有的乡亲 开车啊你看 开了两小时 真的到这边要两小时的 花莲这边的议员也都会全力来支持 那特别也帮魏家人带了一个礼过来 加买一台55寸电视 欢庆元宵节是由复理箱公所 主办的上元节 元元满满庆团圆活动 邀请乡内各团体机关 学校闽南客家及原住民的 乡亲共享盛举 让老中青各世代的乡亲 共度欢庆佳节 记者高雙雙福利箱 采访包等